新加坡、澳洲、新西蘭 現在我們的方向其實大同小業有的新刑事調查和檢控權 其實都跟警方的現時已經有的是一樣 我們就會出信給一些可以移除起底內容的員工 如果你是收到我們的通知 而是移除了有關起底內容的話 根本就沒有一個犯法的問題 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 截至今年5月底 私隱專員公署共處理5,700宗起底個案 港府正計劃修訂《私隱條例》將起底刑事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指 由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多間科網企業 組成的亞洲互聯網聯盟AIC去信私隱專員公署 警告若繼續推動修例 或會停止服務撤離香港 不過事後AIC已經澄清沒有撤離香港的計劃 港府批評該報導斷章取義 但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羅浩林繼續炒作事件 因為他們的議題是不正確的 他們都承認這個起底是一個嚴重值得關注的問題 亦都為了保障個人資料私隱 是應該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都有出信要求一些媒體或者平台 所以我們不除一些比如起底的內容 仍然有三成 我們是要不停和它糾纏 要不停地出信 有些可能在海外 變成有些其實是沒有理會我們 如果是可以在私隱公署那裡 是一條龍做完 是快點和有效點 其實這個起底的內容 是多一分鐘多一日在網絡上存在 是對那個受害者的影響 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甚至我們見到有些個案 三歲的小孩子 他的個人資料都被人擺了上網 這個真的可以說是情何以堪 好嗎